梁承韵 1945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1983年赴美国某中部城市经营餐厅 1986年 美国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多次约谈梁承韵 向其出示证件表明身份 要求梁承韵与其合作 1989年 美间谍情报机关与梁承韵正式签订合作协议 将他招募为线人 约定秘密联络方式 承诺每月支付1000美元 并根据业绩发放奖金 同年梁承韵加入美国籍 在数名美国间谍的指挥下 梁承韵为美间谍情报机关 搜集大量涉华情报 美间谍情报机关总部负责人 授予他功勋奖牌 2020年 全球新冠疫情爆发 国际航班停运 美间谍情报机关急于获取中国情报 指挥75岁的梁承韵潜入中国 并为他制定了周详的入境行动方案 2020年年底 梁承韵使用多本身份证件经香港中转来到内地 按照美间谍情报机关受益 频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广泛接触我国各界人士 刺探搜集情报 国家安全机关经缜密侦查 掌握了梁承韵进行间谍活动的系列证据 依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并移送司法机关 今年5月 梁承韵因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受美间谍情报机关指使 我们再来看一看梁承韵通过哪些方式 对我国大肆开展间谍情报活动 首先是贴靠刺探 他通过参序败结组织侨团活动等方式 贴靠我驻美机构和人员刺探情报 监视在美华人华侨 并通过专用手机和电子邮件 随时向美间谍情报机关报告监控切密 第二个 一旦获悉中国人员赴美开展公务情况 梁承韵就会向美间谍情报机关报告 并按照美方设计 把赴美人员带到美国间谍情报机关 提前安装有监控设备的餐厅或酒店 套取情报 甚至设置色情圈套 企图胁迫侧反我方人员 还有一种钓鱼执法 梁承韵还充当美间谍情报机关右耳 协助开展钓鱼执法 美方要求梁承韵到指定地点 与目标人员见面 又使对方从事敏感物相交易 拼凑所谓证据 炮制所谓中国间谍案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